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空变化 大刀之前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到JBCrypto的频道 好 今天课程非常重要 昨天比特币下跌后 下跌跌破前提后 并没有快速脱离 并且反向V型拉伸 跟这次的行情非常类似 那么后事怎么探讨 怎么就衡量呢 如果你对中国有兴趣 那么相信 今天的课程 对你有帮助 看了对方局 昨天我们是给到一笔 也放空单的 OK大概是2870做空 2810做了一个 直赢80%的一个动作 后续没有去接到多单 这比较可惜一点 不过也没关系 市场机会很多嘛 有赚的好事 进行操作呢 这是我们VIP群 进一个半月所操作 大概34升510毛本 这样战机 好那么 我们的战机就在这边了 当然交易 一定是有赢有输嘛 但是整体的维持 这样的胜率 这样的水准 我认为绝对是有能力 带领你做操作的 好 我们的VIP群呢 有最及时的操作 直赢之损 还有什么东西 学习档案 如果你想要去学习赚钱 加入VIP嘛 但你学习 但你费也完了嘛 是不是 好 那么如果想加入VIP群 也是免费的 OK 好 想加入群要怎么做 你需要点击 我们影片的下方链接 开启电报 但我们电报大群呢 不会有细部的提示 如果想知道更细部的点位 操作 更细致操作 OK 在哪些时间之后怎么操作 你想知道的话怎么做呢 你需要私讯我 电报搜寻at JB Curtle Trader 复制我的ID之后 复制完 到电报搜寻 一样 贴上 好 就说 我想加入VIP 非常简单 好 那么广告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了 重点是讲盘面嘛 好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到 昨天的交易分享 简单代过一下 这个交易逻辑非常简单嘛 以太坊昨天呢 在跌破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回放 在 回到以太坊 OK 这个位置 回到倒序一下 大概在这里吧 OK 好 当价格找到这边的时候 找做空机会嘛 看这边价格一直下跌 下跌后呢 急速下跌并没有反弹 后续我们看怎么走 出现之后 这边线收完 我们就介绍做空了 大概是287 702875左右 后续价格也是 如期的下跌 所以我们在下方 打到这个通道 前台通道线底部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指引动作 为什么呢 你看 这边为什么说可以指引 至少80%仓位 对盘面上有敏感度呢 看一下 这边其实这里就可以画出 一个前台通道了嘛 虽然下方的验证的点呢 比较少 但是你看哦 12上2下2 第三次触及 有没有可能出 构成一个 什么构成一个 反转的位置呢 但是有机会了嘛 所以打到之后呢 后续 出现这个阳柱出现完之后呢 告诉你 全部都要出局了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阳柱拉起来看 下跌阴柱只有这样的量 上的阴柱有这么大 阳柱这么大量 是吧 所以后续价格呢 做上涨可能性 相对大 也是维持这样的通道正当结构 后续可能会试探 至少试探 可能3050到301的位置 OK 这是我们当时做了评断 这边也出现一根放弹量的阳柱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可以介入做多了 但是 没有介入 比较可惜一点 如果这边 后续 有真的介入做多的话呢 至今是怎么设置呢 可以大概是要这样设置 如果这边收线了 止损放在下方 可能 稍微宽一点 2.84% 只能看到上方这里 其实可以考虑的 当然如果你是要拿短单的话 止损放在这个阳柱的底端也可以 那你的止盈呢 怎么放 阳柱底端在下方一点点好了 怕插针嘛 那止盈呢 可能放在前高点 上方一些 看到这边一个 支阻换区的颈线 3056 那么这样子也是个非常符合索 应别的操作 但人家可惜 当时是没有给他这样的单子 后续这样也是拉伸了 当时有提醒说 这段不该做空了 为什么 需求有表态 同时我们看 当时呢 八小一柱呢 出现什么东西 出现一个 类似到垂头线的一个阳柱 它的量能呢 也是完全凌驾于前面下跌的供应 所以这边呢 明显需求开始出现 并且呢 跌破后快速放量来测试 这边前提点 最后大概的情况都会突破 什么意思 八小我们前面讲过 看这里 前高点 突破之后呢 放量来测试 并且踩破 后续价格大概就下跌 这边反向是一样的 逻辑是非常类似 应该说完全通套逻辑吧 跌破之后呢 没有快速脱离 并且呢 放量 需求放量 并且放量来回测原本的低点 最后价格通常都会突破 这是个经验台 后续价格也是拉伸了 好 那么行情的这个复盘 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 交易分享 下一部分我们讲 接下来机会嘛 前来机会市场的分析 看一下 回到比特币 比特币在这样的位置 应该怎么做操作呢 整理上来说啊 我会建议说这个地方 尽量是找接多机会为主 这个地方为什么呢 除非出现下一根比较大的供应 否则呢 我并不会直接做空 我们观察这个状况就好了 第一个 第一点呢 这段下跌的幅度呢 有多少 低点和低点的距离 有1.66% 这里呢 它后面低点 差多少 我们看一下 0.94% 什么意思 这边下跌 跌了1.683 这边下再下跌呢 低点的创的低点的距离 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同时呢 你看这一次的拉前次拉伸了 我们看前次拉伸 前次拉伸的需求呢 这边需求放出这个东西 我看4小时少了 8小时当然也可以 4小时呢 看这里 需求零跟供应齐平 后续这根洋柱表态 拉伸 这边呢 明显呢 需求呢 是完全完全 临降于供应 逻辑类似的 这一根洋柱 这一根 和这边的供应 是同的大小 这边的需求呢 跟这边的供应呢 也是同的大小 后续这个洋柱表态 拉伸 所以我绝对有理由认为呢 接下价格至少 初级4万2 好 那么知道这些状况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操作 我看一下 在短级别上呢 第一个下跌的力度 逐渐的去一个放缓 你看这边低点 4392到3850 到最后38211 这三个低点呢 下降了percent 1.66% 后续价格呢 这边下跌了 0.90% 低点 低点的距离越来越小 同时呢 需求 你看 需求住 这里的量 上升 供应呢 这边是完全被凌价上去 除非在这边附近 又放出一个跟这边差不多 或者跟这根需求 差不多的供应 那么我认为 接下来价格 应该做一个震荡 在供应上未出现之前呢 我并不会去 预测说他 接下来就是个下跌 趋势 为什么 因为在 成交量的一个表态当中呢 需求已经是 出现了 而且呢 目前只有这根供应 是比这个需求强 而且目前看 这边的需求呢 价格已经走到 几乎是大 高于这根供应住的高点了 所以目前我们会知道啊 已经市场了 渐变由一个供应转为需求的一个市场 这么需要去尊重盘面嘛 看到日线的一样 日线级别上 这根杨柱表态呢 这根杨柱表态看 就这样子 后续价格因柱下跌 有这样的成交量 目前这根需求量呢 完全凌驾前面所有供应 你看到所有供应 全部高于所有供应 唯一比较弱的呢 是他低于了这根跌破四万四的供应柱 有这么高 这边有这样高 所以呢 还释放看涨的 也就是这根杨柱出现啊 目前打消我短线 做基因做空的原则 目前的话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比较趋势单子 我建议是呢 可能会做都会比较好的选择 趋势可能呢 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 是有可能的 因为目前这根杨柱的放量呢 第一个高于全面所有的需求柱 这是一个验证后表态 下跌低点呢 下破比例越越小 同时前面供应呢 都不如是跟需求柱 所以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那么 看到短级别图 上方第一个供应区间压力越长年呢 四万亿线 照常看四万一千五一线 如果你是要做短空的话 这边如果震荡上行 直接没有回踩都试探 那么你可以这边做短空 只能看到四万零八百附近 好 这个是短周期上的一些 作战逻辑 这里方四万一千五 他这日线级别上呢 什么是 阴柱的收盘价格 一二三三个阴柱 而且这两根供应柱的一个开盘价格附近 所以四万千五是非常重要的压力位 如果去触及没有做一个修盛的话 短级别上是可以做空的 好 这是做空思路 那么做多的话呢 看到一小小的图 我们先找到推动级别 目前拉伤后呢 拖离均线 照一般来讲呢 前一波上涨是踩的半小时均线做个推动 所以目前呢 我们等待它 回测到均线附近可能四万零五百五 四万零三百 回测到呢 会是揭露机会 只能看到四万千五 如果接下来有机会 做个小幅回彩 那么接下来呢 上涨可能性非常大 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吧 先做这样的探讨 如果这样的直接上行 没有做回彩 那么 找上位置做空单 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整体短线上 做多为主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只能看到四万千五 甚至说我们看一下 从高到低点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回车位 六一八 在四万千四左右 所以四万千五这边 合理是一个非常强大供应位 那么短线上的一些逻辑 就这样建立了 如果想到更需不需操作 那么加上IP 我带你去下飞机完了 非常简单 最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以太坊的部分 以太坊的话 目前的话 它是走一个通道结构 而且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通道结构 一样啊 回踩到可能说 我们看一下 可能是2960 附近 可能是可以做多机会 指引呢 就看到上方 三千一 OK 可能会有一个这样拉伸吧 我们看一下 空间也是可以的 那么 以上就今天的分享 如果想到更需不需操作 加倍批 我当然学习 好不好 加倍会非常新奇 非常大 我相信 如果不想错过最佳的 赚钱机会资讯 一定要赞订阅 我们下期 可能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